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以前是在一般的公司工作 當一個back-end engineer 那以前設計的 application 都是 所謂的 centralized 那當你從設計,從 centralized 到 decentralized 的時候 你要面臨一些問題 譬如說我們在看發一個 就是一個Android App 或什麼 你可能都是用User 就是出租一個帳號的User Password 那我自己很懶 所以有時候我Password亂色 我忘記了 那我按忘記密碼 然後重新來我又 generate 一個新的Password 那區塊鏈不是 區塊鏈是一旦新生成了一個 所謂的Private Key 出來之後 你就有這個責任去保護好它 那不論你用什麼方法記下來 只要你寫在紙上 或是寄在你的Google Drive 或者是手機裡面 你只要一濕了 那你就找不回來了 你的資產就是丟到水裡面這樣子 然後所以這是一個很 就是一個concept的轉變 那在設計產品的時候 包括我是做Fashion Service的 我就必須去 我就必須去考量到說 除了我們設計產品外 你還要不斷地去跟你的用戶 教育這件事情 對 再來就是transition的速度 跟它的cost 那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區塊鏈在現在的現實生活中 其實它是一個 其實蠻不實際的 剛剛上一位講的有講到說 Visa它的選均Posecond 最Pick的時候有2萬 那在Blogecoin的世界裡面 可以看到說 其實一個Bitcoin 以Bitcoin來講 它10分鐘才產1塊 一個塊才2000到3000 Ethereum是13秒產1塊 那整天來看的話 你以整天來看 平均Bitcoin一秒才30 34個transition Ethereum比較高一點 10個transition 你可以想一下嗎 1秒10個transition 然後再是 就是transition fee這件事情 因為你的所有的東西 都必須 我們強調去中心化 所以你的所有交易都必須 由你本人發起 使用者付費原則 所以當你想要去發起一個交易的時候 想當然你會需要付一點手續費 那這個手續費其實是 10價 10間的10價格的價 10價 它是10價 就是在很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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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線 Bitcoin不值錢的時候 一個transition的手續費很便宜 那它現在一個 一個transition的手續費 高達120塊台幣 或者是更多 然後現在價格有漲 然後Ethereum也是 那剛剛有講到說 在發券的時間有27%都是遊戲 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開發一個遊戲 然後你跟使用者講說 你來玩我的遊戲 那時候跟你說 欸我要怎麼辦 你先去申請一個private key 使用者講說 我要去哪裡升private key呢 好不然他問人 他找到一個private key 他想要開始玩遊戲了 然後你跟他說 不好意思 你要執行一個權責軍 你要有錢 然後他想說 天啊 我要去哪裡買比特幣或以太幣 你買完了以比特幣以太幣完之後 應該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你有錢 不夠付一個權責軍幣 所以其實在不管是以太幣 或是參加其他這種去派那個 就是conference 一定都會有一個 就是topic 是在講這種事情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讓使用者 更方便地去使用這個lab 因為他的user experience 實在太差太差太差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conference 就是當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這個也要不斷去教育客戶說 你就是你的走去費要填多少啊 然後你還不能填太低 填在低的時候 有時候礦工更不收 填太高又很浪費這樣 再來是confirmation 以前我們 你可以想像中你在銀行做交易的時候 你今天賺帳 那轉不去的 倒結束了 但是在區塊鏈時也不是這樣 這個confirmation 它取決於它的公式演算法 因為現在的 大部分你的公式演算法是用POW 那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必須等你的交易被包進區塊的時候 你必須等待一段時間 讓它這個change不會再被change 那它這是為了防止雙化攻擊的一種 那沒有辦法 所以當你在做區塊鏈的交易的時候 你有可能 以Bitcoin來講 你要等三個confirmation 三個confirmation 三個confirmation 一個block是十分鐘 三個就是半小時 所以你可以想 用Bitcoin買咖啡 好 那你傳給它 然後他老闆很怕說 這個交易可能會被餓掉 所以你要等三十分鐘 那那那那 這是有些人比較求快的方法 因為現在其實它已經很習慣了 所以可能會覺得送了就送了 然後植物拿就走了 因為不會有人想要為了一杯咖啡做雙化攻擊 但是這也顯現出一個問題 就是 這是目前blockchain上面的一個領域 所以在一些新興的 因為Bitcoin跟Evnage 起的比較早 那它有些歷史的包袱在 那一些比較新興的公鏈 譬如說EOS Trump 或者是以後未來要推的 Ethereum 2.0 都是會想要改善 就是 像公司演算法 然後它的confirmation就可以 一旦交易了 那就是 它就是翻譯我這樣子 好 那這些是我在加入區塊鏈領域的時候 我必須要把思維轉成 是decentralized的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那再來就是 當我在開發 function service 的時候 那它是open 的 它的節點在網路上 網路上就是什麼人都有 所以 你會變得很負面 你會覺得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你會覺得 好像天天會有人要來hack你的instance 你覺得你的DB 會被人家 就是資料被人家通走怎麼辦 然後你覺得 會有人去偷聽你的風包 去拆開裡面的資料 等等等等之類的 以前我覺得不會 但是你會發現 近期的很多 就是 區塊鏈上面發生的一些駭客手法 都跟這些有關 所以說 當你在一個 以前的一些 譬如說 一些傳統公司裡面 開發的一款 就是 手機有期 或什麼的 有時候其實 工程師啊 就是 比較不會去主動到這一塊 但是當你在開發所謂的區塊鏈的東西的時候 你要想說 你在管的是 別人的資產 那你要盡可能把自己想的是 像銀行那樣的角度 你要去想說 我要怎麼樣讓 這些東西 使用者不要 就是 他的交易會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是做一個服務商 你的所有舉動都要被 audit 這個 以前可能在一些 比較大的公司 可能會做 那 其實 區塊鏈產業更要做 因為像 剛剛前面 剛剛講到 什麼的 smart country 那smart country 因為放在網路上 公開通 除了你要放在網路上 以外 你還要必須能夠 找一個 就是 大會去 audit你的內容 有沒有問題 對啊 說穿了smart country 對 可以看得懂 你跟使用者講說 我放在網路上 你去 沒有問題啦 百分之類 不會被hack 這誰信 所以你必須找一個 大會去幫你做 除了audit以外 好好做 formal verification 去驗證說 你這個smart country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那 還有你的服務本身 也要做這些事情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要分享說 怎麼樣成為一個 區塊鏈的工程師 那我也不是天生 就是念區塊鏈 因為我的 學經歷是做 就是 電子輔助系統 所以 根據塊鏈的工程師 我沒有 做半導體之外 所以說 當我開始加入到 這個領域的時候 然後 我也是加入之後 才開始看 喔 什麼是 Ethere 什麼是 Bcoin 那 這邊的是我覺得 在我三 工作三年之 裡面 然後 大致上 把 Blockchain development分兩種 一種 所謂的是說 剛剛前面講的 decentral app 跟service development 如果你是寫smart country的人 或者是你是做 Blockchain service的人 所謂的做Blockchain service 就是 你是使用 這個公鏈的人 的話 那麼 你必須對你的 Blockchain API 非常的熟悉 如果你是在 以太坊上做開發 你是使用 以太坊的這個公鏈的人 那你就必須 需要去知道說 去看他的版本書 他API 他的每一個 欄位 他的每一個request 應該是要長怎麼樣 這很重要 為什麼重要呢 為什麼重要呢 前陣子呢 repo發生了一個hack事件 那他這個hack事件呢 受傷也不是hack 這其實就只是工程師裡面 並沒有去熟讀他的API 他裡面有一個欄位 他沒有去判斷到 所以造成了很大量的損失 那 這很哀傷啊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說 當你在去使用一個區塊鏈的時候 你要去知道說 現在這個區塊鏈的特性 它除了拳貸權 被Blocking以外 那他會不會有 執行成功或執行失敗 這種情況 之後都知道 再來是了解你的區塊鏈的限制 今天你的客戶跟你說 不行啊 我一天就是有幾千幾十萬的User 但抱歉 Ethereum的網路就是這麼罵 你就像你的sensation 可以給我拉多高 他一天就是只能出這麼多sensation 他沒有辦法得快 所以 這也可以幫助你說 當 他有一些實際上的限制 有一些物理上面的限制 你要想看 你要在網路上 所有的節點都達成一個共識 他不只是共識的時間 他還有網路類通知的時間 那 你必須了解到這件事情 你才知道說 你自己才會被騙 就是 網路上一定會有很多人講說 我們開發了一個區塊鏈 然後 我要發起一個project 我們的區塊鏈印表可以處理 一萬個sensation 然後你就會開始 哦真的嗎真的嗎 那我要投你 崩子 但是 所以說 身為一個開發者 除了去熟悉 blockchain API 你還要去熟悉 你的 blockchain的限制 到底在哪裡 那 如果你是想要成為 像小人那樣的blockchain code以外 除了他 剛剛前面有講到的一些東西 其實就是一樣的 那 這些東西可能 如果你是資訊被子附身的話 都會 就是會比較 覺得標門檻沒那麼高 但如果你本身是 就是 呃 就是其他領域的 你有可能是念經濟的 那我覺得也很棒 因為在所謂的在共識的 演算法的設計中 你必須要想一個 所謂的經濟激勵的獎勵 一個制度來去 你要鼓勵人去投正確的 去vote一個正確的票 或是說 當中間有人作惡的時候 他會得到什麼樣的懲罰 這其實蠻多經濟學的東西在裡面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 我覺得設計一個工面 其實更加複雜 他需要的技能數比較多 所以你要 就是 那個技能數要點 點蠻多的 才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小白很厲害 對 那 除了上述講的那些東西 乖 就是我剛剛說 八券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所以說 社會的工程師 不管你在什麼角度 你都要去提升你的 資訊安全的技能 對 那 這一塊的確是 一般人比較容易忽略 但是隨著時間越來越 隨著虛化力 這東西越來越 popular 這東西會變成異常的重要 對 然後再來是 呃 分享一下我在開發 就是 服務上面 做了一些比較安全的 嗯 就是一些技術 就是 例如說 我們可能在開發一個 backend service 好 我們可能會有 API key跟secret 那以前在設計的時候 可能不會考慮到說 喔 這API key跟secret 要存多久 或者什麼的 它的時間會多 那 在我們設計過程中 它是 盡可能不懂 你可能 一個API key跟secret 可能最長一個禮拜 你就要換掉了 因為你會怕說 有人來攻擊你的時候 他很容易就去拖到你的API key 然後去 對你的服務 去發送一些 合法去追求 那 這蠻 這蠻痛苦的 因為 你如果先做一個server 那你就必須要求你的可愛 他每天都好做這樣的事情 或是每個禮拜都要做 Key的rotation 那些事情 但是 為了安全 沒有辦法 然後再來的是 再設計就是 就是 request的時候 那 你也要能夠設計出 所謂的API inclusion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欸 htebs不就夠了嗎 其實 不盡啦 因為 這中間有很多 機會是可以讓人家去 去竊取 去竊聽到你的風暴 然後 去知道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那 為了避免這件事情 因為 在區塊鏈上 我們講究的 除了安全外 還有講究隱私 我們不想要知道說 誰 傳給誰多少錢 這件事情 雖然後來 在鏈上都會化成 一串A就一串 一串A就一串 當我們實際上 在開發服務的時候 會比較保護這一塊 就是 我不希望有任何機會 有人來竊聽到 我用戶跟我們之間的 內容 所以 M-Inquist很重要 為了防止中間 會攻擊 然後再來就是 所謂的 multi-factor 的authenticator 那 大家可能已經很熟悉 所謂的 不夠authenticator 就是2FA 那 這邊很重要 就是當用戶跟你在做互動的時候 社會這邊還要必須 再發另外一個request 去跟用戶番 去確認說 誒 剛剛那個群雖群是不是 你發出來的 去跟他做double群 去跟他做double群 知道我們的內容 這樣子 因為你有可能會說 一般來說 可能性是那方 那就都還好 那你有可能 不小心被 就透露出說 你有什麼藍味沒有甜 你的什麼 那人家就會知道說 你的整 你的完整的request 的封備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但是我們開發流程上面 會遇到 就是 就是要需要控管 就是 我們團隊裡面有分 就是兩種人 一種是純developer 一種是sre 他們就負責引發 這樣子 那我們的團隊人 說實在有過多 也才十個人 這樣子 那 十個人要做到權限 就是要職位 要分的 開始是蠻困難 但如果可以的話 盡可能這樣做 就是 因為你有可能設計了很多 東西 比較secure的東西 有一些邏輯 如果 對方 如果有一個人 他可以拿到你的infra 對 所以拿到instance 又可以知道你的code 若即 那我就很容易 可以去 篡改你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做這樣的 選擇分配 就是說 開花人呢 他可以懂code 若即 但他碰不到infra 的東西 那sre 因為他是要管infra 但他只能碰到infra 但他不懂 他看不到你的 就是你的damp habit 的內容 或是他也看不到你的code 若即 這些都是為了 前面是為了防止怪人 然後後面這邊是保內賊 所以就是 你會覺得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沒有辦法相信人性 那 另外一個是 呃 比較特別的是 我覺得在虛化鏈的產業裡面 每一個人不管你是 Damp也好 或者是服務商 就是 Blockchain的服務 服務 人也好 你都能夠 自己host 一個 Blockchain的Node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有一種 呃 我不曉得大家怎麼樣 但是呢 因為其實要起一個節點 說簡單也簡單 說麻煩也很麻煩 那你今天如果只是一個 Damp的開發者的話 那你會覺得 欸我只是想要寫些什麼 Country而已 我為什麼要起一個節點 然後讓他 Sync一個禮拜 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你會尋找一些 The Heart of Service 他們已經有喜好節點 然後你去連他的節點 OK 如果你只是一般的 你只是要Proof Concept 那OK 你可以這樣做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 往Podash找的話 請你無必要 後生這些Node 因為 Blockchain是一個Dessential世界 那我前面說過 任何人都是壞人 所以你絕對不能相信 你的Sync Party Service 可以給你正確的答案 他有可能在中間動一些手腳 或者是說 中間有一些人 動了一些手腳 就是有一些hacker 他們在聽取你們之間的交易 所以你的Block Tools 就是你自己後生的Node 那你從自己的Node 得到資訊 對 如果你想要把你的產品 推到不達群的話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但是如果你是HOST的中 只有包辦的Node 那你有可能 比較難被外面的PEAR 給Discover到 所以說 比較好的做法是 你HOST的幾個 被打死也沒有關係的PEAR 然後你真正服務在使用的是 這種 我按到的是嗎 沒有 是網路 對不對 沒事 繼續 好 對 然後另外就是 你HOST的一個 就是你自己服務要使用的話 就是去連你這樣子 你自己HOST的PEAR 那 那 比較麻煩的是 這樣子的PEAR 這樣子的PEAR 然後 因為有可能 節點數很少啊 所以你有可能 就是Block Sync的很慢啊 等等之類的 中間有很多管理上面的問題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是選擇 如果你是自己HOST的節點的話 那你 最好是 能夠HOST的不同 所謂的CLIENTS 因為 以態度來講 他會有兩種 比較有名的CLIENT 有一個是PAROT 用LUST 寫的 一種是用GOL GOLAND寫的 就 BITS 這樣子 那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 其實Blockchain 說穿的就是 有 它就是 就是一個 波子孔 那只要我把波子孔 制定下來的話 就任何人都可以去 這個波子孔 我就可以在網路上跟人家互動 那在以態坊上面 就是 有曾經就是 在 GOLAND的CLIENT 發生了這樣子的Bug 然後 有問題 但是 在PAROT也卻沒有這樣的Bug 因為他們是不同的 實現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 服務商的話 你最好是能夠 能夠 保持不同的CLIENT 界點 對你來說是比較安全的 再來 我想要強調的是 不論你是想要選擇 什麼樣的Blockchain 如果你今天想要 你是Bitcoin的愛好者 你想要進入Bitcoin 你想要開發一個Bitcoin的服務 或是你今天是想要開發 以太坊的服務 或是其他的 那 非常的 就是強了 有活力的考慮問題 是很重要的 因為 一個一個 他們都是open source 那有沒有人來 每天是open source很重要 以及他們更新的頻率也很重要 這個 這個會影響到說 你的這個鏈 夠不夠健康 如果你正在使用這個鏈 不健康 那你會一整天 都會 就是 會活在隨時被黑 攻擊的 噩夢裡 所以如果 要選擇鏈的話 就是 最好我們夠考慮說 這種活躍度比較大的 Community的鏈 是 比較 比較好的 對 好 那因為我現在在Armise 那我們有一些open source 的狀態會放在這裡 所以 然後我們這裡有median 上面有一些 我們很棒的工程師寫的一些文章 包含是區塊鏈的文章 還有 更多的是 infrastructure 相關的文章 所以 有興趣的話可以少去看 大家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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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wanna bare 的 你 不